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16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以总书记菲利佩·帕温德为团长的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 李长春说 莫桑比克是中国在非洲的好伙伴、好兄弟 建交37年来 两国高层往来频繁 务实合作成效显著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多个涉末项目已成功实施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人文交流也不断深化拓展 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两国传统友谊 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深化和发展 中方愿与莫桑共同努力 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造福两国人民 李长春积极评价中莫党纪关系 他说 近年来两党高层交往更加频繁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断加强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同莫解镇党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愿与莫解镇党一道 继续积极探索交流合作的新途径 新方法 不断深化两党关系 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帕温德通报了当前 莫国内形势和莫解镇党 加强自身建设的情况 他高度评价莫中两党两国关系 感谢中国党和政府 对莫桑比克民族独立 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 给予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对莫桑比克民族独立 对莫桑比克民族独立